大家好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如何利用Intent去调用系统相机进行拍照 以及 SurfaceValue的相关介绍 以及通过系统媒体库 通过Intent去调用系统来预览照片 那么 这节课我们就来利用谷歌官方Gate API来做一个 我们自己的相机 其实谷歌官方的API 对这块描述还是挺详细的 同学们稍后可以阅读一下 那么我们知道目前市场有很多 一些第三方开发的相机 比如说 美颜的呀美白的呀还有一些 比较专业的相机 就是说他在这个系统 原有的基础上 增加了一些新的功能啊 一些界面上的变化之类的 让我们的相机更强大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 做一个 简单的相机 首先我们打开 开发工具 好新建一个工程 起个名字 我们自己开发的相机叫什么名字呢 想一个高大上的名字吧 我们叫做自拍神器 我们知道目前很多妹子都喜欢 拍一些 照片呢 一般都是喜欢自拍 那么我们再高大上一点 叫做 美颜 像美美颜自拍神器 这个是不是听起来就是很诱人了 嗯 好那我们就叫这个名字吧 我们给他起个包名叫做 他们点 麦子 你一定有点 叫叫什么呢 叫 美颜 开猫 好 那么我们给他上个sdk 不要爱个姓巴 ok nest 这地方选一个空的 activity ok 好 那么我们的美颜 美颜自拍神器就创建成功了 那么这地方开发工具 他说加载5.0 失败 那么我们选一个 API19了吧 那么我们界面上 用什么样的布局呢 我们上一节 用了一个这样的布局 上面一个按钮 拍照按钮 下面有一个 嗯 Image Will 那么我们这节课 这个自拍神器还沿用这个布局吧 好 那么我们 他翻成 Linear layout 指定一个 方向 叫做 这个 第一个是水 这个 第一个是水平的方向 指定 Linear layout 是水平方向 下面这个是 数值方向 那么我们还给他设置一个数值方向 那么 当然下面这个地方也要改成Linear layout 首先 Button 那个Button Button 然后Button的文字 叫做 拍照 点击拍照 下面呢 下面我们来一个 Surface view Surface view 我们看一下 刚才 我们的 这个 Surface view 当 代码自动提示的时候 这个ADT的功率还是挺智能的 我们看 可以看到在前面 这有一个小的图标 就是 这个空间的简单介绍 就说明这个空间使用来 显示图像 用的 OK 然后我们给 Surface view 设置一个 包裹内容 OK 我们先这样 写一个 Surface view 布局 好 那么 我们去看一下谷歌官方的文档 看他这个 Cameral 这个API下 是怎么描述的 首先我们 打开这个 Cameral这个 类 他下面有几个步骤 是创建一个 Build a camera APP 就是创建一个相机的应用 首先呢 第一步他说 要检测你设备上是否有摄像头这个设备 第2个就是 创建一个 预览的类 第3步在创建一个预览的布局 设置一个 Lessener监听器 然后 嗯 包括保存文件呢 包括释放摄像头资源呢 之类的 我们接着往下看 他说第1步是 是 检测你这个 摄像头 手机上是否有这个摄像头 这个硬件 那么 检测的方法呢 他已经写好了 是在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 可以直接 考过来 用一下 虽然说我手机上有这一个 已经有 摄像头了 但是我们还是 使用一下 这个方法吧 谷歌官方 推荐的 那么我们写到这个地方 复制到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 他反飞的是一个 布尔子 那么呢 他传进去的是一个 上下文 倒一个包 倒下包 还有package manager 他是什么原理呢 他通过 去 这个 上下文去获取这个package manager 然后通过package manager 里面看是否有这个 就是 camera这个类 如果说有的话 那么他就说 你的设备上 有 有这个摄像头 如果没的话 他就反飞force 那么我们 我们在uncreate的时候 写一下 传一个叫做 我们上下文 传这就行 OK 反飞的是一个布尔子 bo ln ln 叫做 has cameral 写 mdi ok ok 这就是一个 能写下注射 这就是 检测 手机上 是否有 摄像头 那么我们可以 可以打一个log 让我们写一个图示吧 在创建的时候写一个 叫做这个 传一个上下文 然后写一个 传一个 零吧 笑 这地方 我们做个判断 如果说 f 如果有摄像头 如果我们的手机上有摄像头应用 那么我们就打印 就弹个框叫做 检测到摄像头 如果没有的话就打个框叫做 快速复制一行 叫做 未检测到摄像头 OK 这是第一步 首先检测我们手机上是否有摄像头 然后呢 我们看 接着往下看 我们检测完了 手机上是否有摄像头 那么 就开始 初始化一个 开模的 开模的实力 那么我们把这段代码拿过来 倒个包 记着我们一定要倒这个 哈德尔 这个这个包 然后是因为摄像头是个硬件的 所以说 倒这个包就行 那么他说呢 这是一个 安全的方式 去初始化这个 开模 那么 我们看下他里面怎么写的 首先 他在 获得这个开模的实力 使用这个开模了点 open的方法 然后在这个地方 他做了一个tricatch的 操作 就是如果说这个手机上没有摄像头 并且你没有做检测 有可能启动应用费 他就会进行 他就会崩溃 那么tricatch tricatch一下会比较安全 好那么 我们 把这个实力 写一下 创建一个 摄像头的 像头的 实力 实力 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文档 他说 创建一个预览的类 那么创建一个预览的内呢 他这下面 有一段代码 是一个 Service 继承ServiceView的一个类 那么我们 把它拷过来讲一下 首先我们创建一个 Cameral ProView 创建一个Cameral ProView的类 Cameral ProView OK 我们直接把这个代码 烤进来 首先我们处理一下里面的错误 首先继承一个 ServiceView 还有还有他实现那个ServiceHolder的callback方法 我们CtrlSelf加O 是导全部的包 OK 这个要选这个 进行价的Cameral OK 现在 Tag设置一个 这是 一个log日志 那么我们写一下 Tag等于 那么我们就叫这个 Cameral ProView吧 OK错误已经解决完毕 那么我看我们看他怎么写的 首先他这个Cameral ProView 继承的是一个ServiceView的类 实现了一个ServiceHolder的callback接口 那么 什么是callback接口呢 上节课我们已经做了简单的介绍 ServiceHolder呢 他这个callback接口下面有三个方法 我们看一下 是ServiceCrack的 还有ServiceDestroy的 还有ServiceChinch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他在这个 构造方法里面 首先 他传进了一个 Cameral 然后 他获得这个 GateHolder 然后给自己注册了一个 肥料方法 这个地方呢 他有 给Holder设置 一个 Sat一个type 这个type叫做 ServiceType PushBuffer 我们看一下 他 上面 注释说 这是一个 废弃的设置 但是呢 必须在 3.0以下 做声明 也就是说 在3.0以下 他仍然需要 这个方法 所以说 虽然说他废弃了 但是我们依然要用 OK 我们看一下 他这个肥料方法里面 ServiceCrack的 在这个接口 在这个方法里面 他 首先 开启了一个 Stard Provel 开启了一个预览 然后呢 他把这个holder 放到这个预览 方面中间 他在这个地方 做了一个Tricatch处理 在这个ServiceDestroy里面呢 他没有做 没有做相应的处理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 做一些释放资源呢 一些 关闭摄像头 之类的操作 在这个ServiceChin 击方法 比如说我们摄像头 横 横平了 竖屏了 横竖屏切换的时候 他会调用 那么首先他 做了个判断 就是如果holder 就是该的Service 是空的 那么他就 他就 written掉 他保证这个 Service 不是 不是空的 那么他首先是去停止这个预览的 方面 然后呢 再 再把这个holder 设置到预览方面里面 然后再开启 预览方面 比如说当他横竖屏切换的时候 他先停掉之前的预览方面 然后再重新开启一个预览方面 OK 这就是这个 CAMERA PROVAL 一个简单的介绍 然后我们看看下面怎么说的 还有他 创建一个预览的布局 创建这个预览的布局呢 我们看到他是用一个 用了一个真布局 嗯 他希望通过这个真 真布局把刚刚自定义那个Service 给add进来 那么我们也 写一下 OK我们把这个Service 给 去掉 我们待会用我们自定义的Service Val 使用真布局 真布局给他设置一个宽高 宽 高 宽 宽给设置成match parent 填充浮仓体 那么高呢 我们也给他设置成前充浮仓体 那么我们给他设置一个ID RID 叫做 FL 下发杠 叫做 Service 叫SUF 上面 Button 我们也给他设置一个ID 叫做RID BT BT 叫做 Take PIC 然后呢 我们先预览一下 看一下这个 上面是一个按钮 下面是一个预览界面 然后按钮呢 是靠左显示 我们给他 让他 剧中显示 首先剧中显示 有一个 叫做 Guarity Leal的Guarity 可以给他设置成 水平剧中 刚刚有同学也看到了 他里面还有一个 单独的 Guarity 这个属性 那么有同学 会问这两个属性是 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这个问题 在我们以后的 去工作以后去工作的面试中 也常常被问到 那么在这里我就简单的给大家 说一下 首先这个Layout Guarity 以及这个Guarity 它里面的属性 是 类似的 都是 比如说这个是 靠上显示 Top是靠上显示 Butt是靠下显示 Live的靠左 Red是靠右 然后还有 连这个 剧中 水平 垂直剧中 还有 这个水平剧中 等等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假如说我们给它设置一个Left 首先没有什么效果对吧 那么我们 这样的 我们跟 给这个Button 设置一个长度 叫做 200 dp 然后我们看一下效果 看到了吗 就是 文字 靠左显示 怎么理解 这个Layout Guarity 相当于 整个Button 这个固件 这个空间 是相对 它的副窗体 的位置 那么Guarity 也就是说 这个整个空间内部的 内部的一些属性的位置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想调整 这个按钮的 比如点击拍照 这四个字的位置的话 那么我们就用这个Guarity 比如说我们让它 水平聚中 可以这样设置下 我们已经看到它可以水平聚中 OK 那么我们这地方就只用这一个属性就OK 然后 依然是指的宽度叫做包裹内容 好 我们看一下界面 OK 我们在这个组类里面寻找一下空间 寻找空间叫做Fundervillebyid r.id r.id 这个首先这个寻找一个button button叫做button 我们也给它叫做 button takepick 然后强转成button OK 我们再寻找一下刚刚那个真部局 同样是 r.id id. 前面有个f lsuf 好 我们 它是一个 frame leot OK 我们也给它叫做f leot 然后强转成 真部局 OK OK 我们也给它定义成类的成员变量 下围棋 这个地方也给它定义成类的成员变量 那么 共享完 成员类的成员变量以后呢 我们把刚刚 建那个 camera perveal 这个自定义的surface veal 给它初始化一下 叫做cm nue一下 它这里面传的有两个参数 一个叫做上下文 上下文我们就传这次好了 还有一个camera camera呢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定义的实例 camera 实例 那么我们在uncreate方法里面给它创建一下 叫做 get camera 它反飞的是一个camera对象 我们叫它cm吧 那么 这个叫cm 那么我们这个就改一下叫做perveal OK 把cm给它传到 这个里面 OK 初始化 这个空间完毕后我们就 给它add进来 i的will 的will 把这个perveal给它add进来 好下面我们 写一下 这个点击pazel按钮的点击事件 setonclicklessner newonclicklessner OK在这里面呢我们做一些事情 我们知道点击拍照的时候 那个 我们就立即掉用手机的摄像头去进行拍照 那么camera呢有一个 类 叫做 叫做take picture 我们看一下 为了方便起见呢我们把这个 camera 这个类也给它定义成类的成员变量 OK上面已经写了 cm 这个take picture里面传了三个参数 嗯 我们来看一下三个参数什么 是三个callback的肥调方法 第一个肥调方法呢是 它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当我们按下快门的时候 值得肥调方法 第二个是呢是 raw的 照片的肥调方法 我们这里面要是用的是gpg 所以说我们 冲写 第三个肥调方法就行了 那么 快门的肥调方法一般都做些什么事情呢 比如说 你点击完快门以后 响一个声音 或者是就是屏幕 闪烁一下 就证明你 已经拍完照片了 那么我们也给他 溜一下吧 我们在这个快门里面 在这个快门肥调方法里面打一个图示 叫做 打个图示叫做 git application 叫做 点击快门 点击快门 那么显示时间呢 给它设置成短的零点笑笑一下 ok那么第2个参数我们就传控好了 第3个参数叫做gpg 我们也 给它实现一下 叫做newpick-callback 我们看一下它里面 它里面传的是一个 它里面返回的是一个 贝特的 宿主 那么 我们要把这个贝特的宿主呢 给写到nd卡上 那我们来创建一个 叫做fuel f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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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要传一个地址地址呢 我们就还使用 就是sd卡的根目录吧 git stop 那么文件名呢 我们 这是用短一点的这种系统的开机实践嘛 sdm 有一个sdmclock 有一个开机实践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 后阵名叫做.gpg 写文件 写文件我们知道的一般是用fuelout stream 这个类 然后我们给它定一下 newfuel 里面传是一个fuel对象 那么 我们开始写fuel s.write 把这个beta数据data给传进来 ok 写完后记着关闭 把这个 数据关闭掉 ok 写完 写完了 写完后我们给它打个图示吧 叫做 叫做 git play 叫做拍照成功 我们给它说拍照成功 也叫做零 点笑 我们知道写文件一般是有异常的 我们要给拆开启一下 拆开启一下 包裹一下 里面有可能会出现 比如说 文件找不到啊 或者是一些文件读写的io异常啊 我们都给它开启成 一个塞不行就行 OK 我们拍照完毕后 我们知道 拍照完毕不仅要写到sd卡 但是我们还要就是预览出来 所以说预览呢 我们要用这个 CAMERA有一个STAR的 preview 就是开始预览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 看到这个拍的 方面 上面 到这里呢 我们整个拍照程序的核心代码已经写完了 那么我们 我们飞个头来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 自定义了一个 surface view 来继承 叫做 CAMERA proview 来继承 surface view 然后并且实现那个surface holder的callback 接口 那么然后呢 我们在 oncreate方法里面 首先 首先去创建了 CAMERA的实力 写下注释 创建 CAMERA的实力 然后我们把自定义的surface well给add进来 add到这个真布局里面 然后进行 检测 是否手机上是否有摄像头 打了一个吐司 在这个 点击拍照这个按钮的点击事件里面呢 我们做了一个 快门事件的回调接口 然后在这里面做了一个 也是弹出的 点击快门的个消息 在picturecallback里面 就是把这个反飞这个byte速逐给写到sd卡里面 并且开启预览方面 OK 那么我们运行一下我们这个程序 我们启动一下我们的模拟器 我们看一下 效果如何 好 稍等一下 我们看一下 这个已经上来了 OK 我们右键运行一下 选择模拟器 来了 OK 我们 点个拍照 崩溃了 那么为什么崩溃呢 我们看一下log 空指针异常 这个也很容易理解 那么演示这个bug呢 就是要告诉大家 我们在 调用用户 比较隐私的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设置权限 就是告诉用户我要使用 我要使用你的个印价 比如说拍照片 这个摄像头就是一个比较隐私的一个印价 比如说你你不可能说在未经用户允许的情况下就随便用用户的思想头进行拍照啊或者干什么事情 这是违法的 那么我们谷歌官方文档上也写啊 首先我们要 看一下 他说 这个地方他说要 要首先添加一个camer的权限 OK我们给他加一下 到在清单文件里面给他加一个权限 就是允许我们的应用使用 摄像机 还有一个 他一个camer的属性 我们也给他设置一下 下面还有一些 自动对焦啊 这什么属性 我们这些这些不写也行 我们还有有一个要写外置存储卡的权限 我们要写一下 因为我们要往sd卡的写东西的允许用户同意才能够往里面写 OK三个权限已经加上了 那么我们 相机在 在activity 迪士捉异的时候 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别忘了做一件事情 叫做 我们要把这个相机的资源给 释放掉 首先要把这个 我们要把这个 这个给 变成成员变量 Ctrl 1 给共享出来 共享成内的成员变量 OK 我们把这个Cm Cm 首先让它停止预览 stop perveal 然后呢 再把这个相机的资源给 release 释放掉 然后再把它 自空 点 等 空 OK 这样的话就 我们把它 那个 整个逻辑就 写完了 那么现在我们再运行一下 OK 来了 我们看到刚刚 打印出来一个图示 叫做检测到摄像头 说明我们 我们这个模拟器 是有这个摄像头应用的 那么我们 点击拍照看是什么效果呢 我由于模拟器没有摄像头 他现在就用了一个小的图片 一个飞动的图片在那个演示 那么点击拍照看一下 点击拍照 首先 快门飞掉 已经显示出来点击快门 然后然后是调用这个 就是拍照片的拍照成功 那么有同学会说我们的自拍神器在手机上显示是什么样子呢 那么好我们就跟大家在手机上跑一下 我这地方有一个小米手机 我们来运行一下 在这里呢 在这里呢 所以说50% OK已经看到可以 显示 发面了 比如说我动一下手机 这个有一个延迟 这个有一个延迟 图是把这个拍照成功盖上了 我们的sd卡 找到文件然后进行导处 还有一个就是使用我们的命令行 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下怎么使用命令行来查看我们的 sd卡上的文件 首先呢 我们进入到手机的控制台 首先adb 笑 他提示说 是超过一个设备 连到电脑上 就说明 就说我这个电脑上连了 很多个设备 不止一个 他没法去判断就是进入到哪一个 那么我们使用这个 adb davis 看一下就是连的是都有哪写的 就有一个模拟器 还有一个我的手机 那么我们就再用adb 杠S 把这个拷贝过来 标记一下 拷贝过来 选择 粘贴 粘贴错 那我们就写下吧 df97 453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设备 让我点销销进去 OK已经进来了 那我们使用cd sd kard 方法 进入到sd卡 那么我们ls一下 看到像我这个手机下面sd卡上有很多个文件 那么 有推荐会说 怎么知道哪个文件是我刚刚拍的呢 这里有一个方法叫做ls 杠 l 这个命令可以查看文件的创建实践 那么我们往上面看一下 我们看通过实践上判断这个这个文件是创建的是最最 最近的一个文件 那么他的文件名叫19476987 好那我们给他导出一下 退回到桌面上 然后使用 adb 杠 s 这个就不是不用销进去了 直接就用pull 命令 我们到sd卡的 把这个文件名给写进来 文件名叫做19476987 就是19476987 点 GPG OK 我们敲飞车 我们看到已经 导出成功了 那么我们会桌桌面看一下 这个文件已经被我们导 导出到桌面我们打开一下 通过 文件查看器 打看一下 已经能够看到我们刚刚拍的一个照片了 OK 我们的美颜自拍神器已经写完了 下一节 将给大家介绍一下相机的一些参数的设置